侯友宜获得国民党征召 角逐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 面对九二共识的问题 总是闪烁其词 令深蓝群众产生疑虑 7月3号 她在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的节目中 首次就九二共识表态 引发岛内各界关注 今年4月 侯友宜抛出所谓和平护民主口号 称台湾要永续发展 最主要是和平安全 不久后她又提出所谓碑水论 大谈要跟大陆所谓平等 尊严友善务实交流 才能避免背破水负 即使5月17号正式获国民党征召 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侯友宜也只字不提九二共识 仅表示坚持人民福祉 和坚持两岸和平稳定等 这让支持九二共识的深蓝族群大为不满 岛内各家民调显示 她尚未获得蓝营基本盘的全部支持 马英九的智囊 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金普聪 加入侯友宜竞选团队后 才定调以尊马收服深蓝 针对侯友宜的最新表态 台湾中国时报4号报道表示 侯友宜的论述被外界认为 正是马英九提出的两岸关系基础 侯友宜过去被质疑 空话讲太多根本无法吸引人 现在她对能源及九二共识 清楚表态 不仅能扫除蓝营支持者对她的怀疑 也能让中间选民重新认识她的主张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 侯友宜虽踏出这一步 仍有努力空间 台湾联合报也表示 民进党长期污名化九二共识 意图把2024选举打成所谓 抗中保台的战争 一直逼侯友宜表态 如今侯友宜直求对决 提出两岸主张 赖清德也必须把她的两岸政策 对选民说清楚讲明白 岛内不少学者也认为侯友宜 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卢叶忠称 侯友宜的说法有充分的未来性 现在两岸交流受到很多限制 未来要恢复民间互动 九二共识符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是民间所期待发生的事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 4号在脸书发文 称赞侯友宜的直求对决 他认为蓝绿最大差异 就在于对两岸关系的态度 国民党希望两岸和平稳定 不希望开战 其关键就在 九二共识让两岸得以搁置争议 持续沟通交流 the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